原來你是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委員 之前沒有聽你說過的 是呀,我是透過青年委員戰戰計劃 加入這個委員會 當時只是一個讀工程的ESV學生 也打算機會不是太大 誰知竟然成功了 加入了委員會之後 我又見到當時一份燕愛的主席 他說樂於聆聽我的聲音和意見 提出我對推廣家有合作的熱誠 那進去是做甚麼的? 主席會邀請國華委員發表自己的意見 包括我 我是委員會中年紀最小的一個 也是唯一的一個學生 但大家都很重視我的聲音 回心入感接著我的意見推論下去 令我覺得我的想法都很重要 雖然國華委員的背景和想法都未必相同 但大家都很有心想進一步推廣家校合作 我感受到大家很珍惜和尊重彼此的交流 加入了家校會 我體會到政府在制定或者推行政策的時候 不同方面的考慮 開會的時候 我可以親身聽到不同教育階級人士 家長和其他專業人士的意見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你有扣相 你有膽量 參加青年委員致展計劃 就算了